中文字幕——YK 不料现在去传出出手向来阔绰的沙尔曼这回可能当了原大头 因为专家发现这幅画素质低的惊人 质疑沙尔曼入手的根本不是原版画作 事实上救世主在失踪几世纪后 2005年在美国纽奥梁现宗 短短8年内售价从1000美金狂飙到1.27亿 还因此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尽管买家控诉卖家乱台价 甚至惊动各国官方介入艺术品市场交易 不过就在两年后 这幅画身价居然有飙升3亿美金 打破历史记录 只不过现在却传出沙国王储 砸大钱买到的却不是真机 同一时间也声称拥有救世主的 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在目录上将画作降提 分析并非达文西本人创作 再度证明艺术品市场真假难辨 砸得几大钱不见得买到真机 三连新闻组合报道